咱们满清干嘛总做那些先树敌再搅敌的蠢事呢 咱们也能化敌为友化敌为亲吗 周培宫线上的大清地图震撼了康熙 当康熙把地图拿到孝庄眼前的时候 孝庄也被眼前的东西强烈震撼 这是大清国呀 激动的孝庄让人拿来放大镜 脱下鞋子就爬到了地图上 一寸一寸地看着大清的万里江山 都说人老四故乡 年迈的孝庄已经再回不去草原了 可还是情不自禁地寻找着自己的家乡 康熙看着祖母露出久违的笑容 听着她讲述着小时候的故事 许久之后 孝庄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让康熙做到古往今来所有帝王没有做到的事 康熙承诺等到平了格尔丹后 要亲自巡视大清的每一寸土地 实现她的心愿 可是孝庄还是觉得详尽的地图上缺了一样东西 你所说的是人心吧 随后孝庄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打破民族的界限 用通关的方式彼此融入 说完这些话后 孝庄开始剧烈地抗扫 她已经不是那个艺人镇着四大者 屡屡在危难之际拖起大清江山的女强人了 岁月毫不留情地开始对她下手 而此时的康熙受孝庄的启发 想收服天下世子之心 却没料到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给她的身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李德权来到惠妃宫中 说出康熙翻了她的牌子时 惠妃不知道有多开心 她虽然是大阿哥应世的母亲 但康熙已经五年没有照她事情 没想到从东北回来 竟然发生这天大的喜事 立马给李德权赏了一百两名字 自豪地给李德权说皇上有多喜欢她 她一个太监她明白个蛋 看在银子的份上赶紧说会让皇上知道 等李德权走后 惠妃赶紧令人相趟沐浴 准备迎接这难得的一夜 可是当康熙说起百嫁容非公的时候 李德权愣住了 连忙提醒她翻的是惠妃的牌子 显然康熙没打算按规矩办事 让她去回一生自己不舒服改天再说 当李德权低溜溜的 跑去拦住已经走到了半路的惠妃 说皇上身体不是改天在说话时 惠妃连忙问什么病 李德权心虚都没想好应对 语无伦次地说反正就是不适 可惠妃纳闷的时候一转头 竟发现康熙竟朝着荣妃的宫里走去 顿时勃然大怒 我人都走到半道上了 你还让我打到回宫啊 可生气归生气 还是只能失望地哭着回宫 本来没有任何准备的荣妃 看到康熙突然出现的时候 心里也乐开了花 臣妾为火照 不曾准备 连忙命人端上自己熬制的莲子羹 康熙此时也是怀着心事而来 她惦记着笑装说的 收服天下世子之心 就想让汉人的荣妃回福建老家省亲 放三个月嫁探亲妻子 并格外开恩让她回乡后 可以以皇妃至尊宴请当地的 名流富老学子 正当两人说话时 康熙调皮可爱的女儿 兰妾儿跑来见父亲 康熙看着可爱的女儿更加高兴 于是又同意了她要跟荣妃 一起回福建的请求 觉得可以更好地展示 皇室的魅力感化汉人 紧接着又加封容妃为皇贵妃 兰妾儿近封为兰妻格格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仇 惠妃回宫后 看到太子来做客恭贺 应是荣生俊王 一番寒暄 等到太子应人离开后 惠妃开始嚎啕大哭 诉说着自己遭受的委屈 闹不清情况的应是 劝也劝不住 贵妃又抱怨起 儿子作为老大 还要给比自己小三岁的太子叩头 将来也只是她的一介臣子 说着说着就露出了她的野心 我要你建功立业 将来去应人而代之 此时的应时 虽然还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但是夺迪的隐患已经来下 而康熙也不会想到 这他妈竟然是因为 放了自己女人鸽子引起的祸端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